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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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晨 來到8月28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今晚的ET開市直擊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國隆政圈現國部投資經理方澤 喬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晨Calvin 馬遮市場仍在觀望 NVIDIA業績快出路 所以星期二看見美股 是沒有大方向的 港股期指結算前直夜 其實收跌42點 當然大家也很感謝業績股 大家也關注今天的表現 待會也要跟Calvin說一下 NVIDIA業績前直不直博 還有一些焦點的港股 大家有什麼股票研究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NVIDIA星期三公布業績前 美股摘幅上落 賣投資者等著業績公布 再判斷AI牛能否持續 亦影響整體美股氣氛 賣道指曾跌過百點 收市微升9點 收報41,250點 連續第二天創收市新高 標指升大約0.2% 收報5,625點 納資也升大約0.2% 報17,754點 美國8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 升到6個月的高位 而美國10年期債息 3.8%來水平 美匯指數偏遠 仍守著100點關 金價一度在創新高 而上日急升的油價回落 高盛暢淡明年油價前景 美区油價跌大約2% 焦點美股 MITESLA長期投資者 格伯指已經沽出大約一半持股 TESLA股價跌近2% Amazon跌超過1% META和Google也偏遠 蘋果升為0.4% 而星期三公布業績的NVIDIA 股價升為1.5% 而超微電腦SMCI租股空機構追擊股 股價一度跌超過8% 收市跌幅收集到大約2% 以中概股和其他ADR的表現 麥拼多多未止跌 星期二再跌4% 至於京東宣布新一輪的回購計劃 美股升為超過2% 比港股收市升大約1% 至宣布102.93% 而阿里比港股收市跌0.6% 美團在公布業績前也跌了0.6% 騰訊跌0.4% 網易跌近1% 百度跌超過2% 匯科控股ADR至宣布68.94% 比本港收市價升超過1% 而港交所跌0.5% 建行跌0.7% 今日會公布業績比亞迪跌1% 小朋友發佈新赤 美股高過港股3% 今早總外圍市房 馬宗道指期貨是N偏遠 41,341點 跌15點 馬納指期貨和標指期貨都是N偏遠 馬納指亞太區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 日經平均指數38,217點 跌71點 南韓股市跌4點 澳洲市跌0.3% 新西蘭市的跌幅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們來看恆指黑棋的表演 都在雜幅偏遠 待會港股開始初段 有機會都要輕輕低開 跌20點左右 我們先和Kevin 聊過外圍 大家現在最關注的事情 美國的走勢 我想現在叫你comment 可能比較難 因為要看完 今天收市之後的重頭戲 不如主力講一隻NVIDIA NVIDIA在美股收市之後會放榜 現在市場普遍估計 第二季營收超過286億美元 增長1.1倍 每股收益升1.4倍 意味著公司應該會連續第五個季度 實現創紀錄的營收和利潤 市場預期 最關鍵的業務 就是數據中心有望實現營收250億 增長1.4倍 當然業績很不好 市場情緒還會取決有業績的指引 因為投資者想知道 究竟現在的企業在AI方面的投資 換言之 對NVIDIA的強勁需求 是否可以持續到呢 你自己怎麼看今次NVIDIA的業績 我們的關注應該放在哪裏 以及值不值得去博業績呢 其實NVIDIA由低位 大約92元都升到現在 差不多128元 昨晚也是一個常升的趨勢 大家預期第二季度 收入大概是286億美元 所以大家對於NVIDIA的期望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亦都這樣說 預期它的毛利率也會有少少下降 下降由78.8%下降到75.8%下降到3% 始終這麼高毛利的一個企業 一定不會維持的 所以來說 其實一定會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但是其實我也認識不少一些IT公司 其實對於NVIDIA 即他們的GPU 其實仍然都是供不應求的情況 很多時候 芯片都難求 所以來說 其實對於NVIDIA的業績 我覺得仍然都會看好 但是是否會保持一個 股價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我都會抱有一個疑問 其實過往差不多13個季度左右 其實NVIDIA也出了這麼多次的業績 上升的比率大概是75% 下降大概是25%左右 所以最近來說 業績其實上升的趨勢也會持續 但是這次我自己就不太看 始終在第一 它的尾股來說 其實我也有少少機會見頂 所以導致NVIDIA的股價 未必像大家一樣的預期 是持續的升勢 還有無理率下跌 也影響了大家對NVIDIA 後市的信心 所以我也覺得是50% 我覺得如果大家持貨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減倉的情況也要留意一下 大家如果持貨有利用的話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先減倉 等它的業績出來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部署 所以我覺得現在 如果沒有貨的朋友 我覺得是觀望的態度 看看有沒有機會跌勢 但是每一次的跌勢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比較大的跌市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買入的機會 所以大家留意NVIDIA股價的走勢 所以Kelvin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有獲利 不如先代入少許錢 對 但你剛才說的見頂 只是短期見頂 總之每次比較大的回調 都是一個吸納的時機 因為對上一次 我記得在8月初 日元拆倉 曾經差不多到92元這個位置 但其實經過幾個交易日 之後很快就爬升到 接近到130元這個位置 所以每一次的大跌和調整 我覺得都是一個吸納的良機 因為說真的 AI始終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而且它的發展也很迅速迅速 所以現在來說 NVIDIA仍然是一個增長的期間 所以我相信 它日後的走勢也左右了美股的升幅 美股暫時也是一個大漲小回的格局 短線是有機會見頂 不過中長線我仍然會看好美股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調整的話 大家可能都要趁低吸納 就是NVIDIA或者整體美股的部署 Kelvin的看法方向也一致 短線有機會可能力量差一點 但是大調整還是中線吸納的機會 因為NVIDIA是這麼多的芯片股 其實它的走勢是最好的 還有一些SMCI甚至AMD的走勢是非常好 而且市佔率也超過七成 所以我相信它仍然是市場的焦點 以及新品的龍頭股 而且它的競爭性其實是非常之高的 不是那麼容易有其他的競爭對手可以入場 所以我仍然會抱有一個樂觀的態度 好 剛剛沒有課的就先看看 到時再決定了 我們轉看港股上的表現之後 就問問Kelvin 港股有怎樣看呢 因為昨天港股其實也不錯 大股是先跌後回升的 恆指低於134點 初段跌至170點 但是之後跌幅收窄了 下午之後更加是轉升的 並且已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 銀子升到75點 收到17874點 成交額919億 波子跌1點 報3501點 收到拼多多急跌拖累 阿里巴巴跌4% 京東跌超過3% 攜程公佈業績之後升到9% 同程也升到6% 華潤電力業績之後升到4% 要對折期間 一會呈到第三次